早期的刮拉鼓楼拥有好几家提供稻米加工服务的米窖 但如今却只剩一家经营超过半个世纪的海星米窖 在守着这个鱼米之乡的传统行业 走入海星米窖的厂房内 眼前所见的是成堆的稻穀通过机器的输送带被送往轰炉烘干 之后被送到现代土龙进行破壳 接着再用现代风骨将骨壳和糙米分开 最后把糙米碾白成金白米 过去这些过程是依靠人力完成 因此难以掌控产量 但有了先进科技的一臂之力后 业者已经能够掌控大米的产量 不过目前本地米窖却处于进退为谷的种况 海星米窖生产部经理徐耀峰 自大学毕业后从事米窖领域已经有50多年之久 他受访时解释 如今稻谷价格高起 大米售价偏低 同时如今许多顾客都喜好金白米 加上目前许多稻田已经被仿屋和棕油取代 导致米窖业者被迫收购高价的稻谷 徐耀峰感叹 种种问题导致大米滞销 加上年轻一代不愿继承这项事业 米窖这行已经渐渐进入冬眠 就是现在米窖可以说是半冬年了 在睡觉 每年都是亏损 就是这样顶哦 你米窖啊 你没有开洞也是要它机器也坏 开洞是比较不会坏啦 它没有那个什么 那个米窖啊 什么它小便在里面它不会住嘛 就比较大汗一点哦 比较那一点哦 另外海星米窖采购部经理许正祥说 生产白米的工序其实并不难 但如果收割的稻谷品质欠佳 那么生产的重品也不理想 现在政府在控制中 消费者如果政府那进口比较便宜 我们就糟糕了 米窖就不用讲了哦 直接很难做了哦 刮拉古楼米窖行业不断在和时代变迁靶河 试图在时代洪流中找寻一个生存之地 面对种种的无奈和困境 米窖业者无从获得协助 只能继续苦苦守着这一个老行业 NTP7 霹雳采访报道